港股方面连跌了五个交易日 昨天再跌200多点 主要内地的PMI数据 周末期间公布了 都不是很及时长预期 但看到刚才港股黑期 都由得上升 其实今个星期大家观望两件事 就是联储局会议 刚刚你也提到的六中全会 你觉得今个星期 恒指走势会在什么区间上落? 暂时去看 昨天拆边跌穿了25,000点 但收收的时候 是在25,150点附近的位置 稍微高出了一个心理关口 都多了105点 所以暂时去看 25,000点的支持位 的确是比较强一点 至于反弹的力度 当然今天就不太担心 就算是升不到300多点 应该升百多二百点 相对上也是不成一个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现在上网的时候 会不会重新企稳在25,500点的位置 如果是可以的话 相对上可以进一步 接下来就是上网25,800到26,000点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看了两个交易日 都不能够站稳在25,500点上 投资者有个心理准备 整固的区间就会维持到25,000点到25,500点之间 是的 譬如之前见到气氛利好 就是因为升穿了50天线 其实昨天又跌穿了50天线 你觉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淡的信号 其实也是 相对上来说 其实之前跌穿了10天线 所以如果真的要确立一个升势的时候 起码要重上10天线以上的时候 才稍微乐观一点 至于50天线或者20天线的时候 其实现在都是徘徊在一个上落的位置 暂时去看的时候 就未必说真的会再跌穿 只不过一路升的时候 会不会夹住在10天线和50天线的中间 这就值得大家留意 但是如果市场忽然间有一些很负面的消息 比如中美的关系出现很大的磨擦的时候 当然50天线是一定会失手的 在这个情况下 就真的确立了那个跌势 到时可能有机会 连25000点都失手 就会落到24800或是更加低的位置 暂时去看的时候 希望不会有一些外围的负面消息 影响到中国 不是你们的相关 没有话 那有点 exempel 如果是那些事 你看,能阶段 可以帮助一些 用不开的 好多小的事情 我没有解释